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Gia打MRC的第一局上半场已经无关 就Gia如果赢了MRC MRC可能会从第二掉到第三 但是呢Gia赢了MRC 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到线下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放水吧 这个肯定是要打出自己的风格水平的 不能为了对吧 第二第三这个开个玩笑 这吧说实话呢 这个阵容刚才有观众质疑 就这个阵容有点脆啊 其实是这样子 打女鬼呢不看角色 对吧 你真的掏个佣兵 为什么现在打女鬼佣兵比较少 大幅比较多 就是因为佣兵的户币在女鬼面前 其实不够一提 女鬼只要在合适的点位操作得当的情况下 一个户币根本拉不开身位 所以说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你说掏个幸运 掏个病患 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反正我也不一定溜得动 对不对 我这边掏个上线更高的 小说家这边有空 你别说这把病患 牵制的有点久啊 1分10秒 这边的话捏捏 不追了 想要绕是肯定绕不了的 花子这边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输赢都是第二吗 我看有一个那个近胜啊 那那到时候再研究吧 因为我看那个近胜 MRC这边好像再丢近胜的话 有可能跌下来的吧 有个胜负关系 哦对对对 因为MRC是赢了ZETA的 所以说胜负关系是 哦也有道理 对对对对 他考虑 真复杂 这把的话局势上面来讲呢 我怎么觉得啊 好像求生者大优开局 两分钟击倒 一个人在地下室 求者这边大富 如果过来救人 外面信源 手里面一把枪 一个娃 小说家手里面有小说 他们打的内 他们打的资本非常多 他们打的东西很多 空够多 想要来保这个病患 能保 但是保不保得活呢 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机子确实是 求者这边领先一点 挂让人的手密码 其总量已经到了2.8 但你说机子够了吗 我觉得好像还不够 病患如果说手里面有勾 他能在队友的帮助之下 追个双倒漂亮 这波回溯追了个双倒 而且确认好了病患的位置 那应该不会来硬打了吧 这波本来不双倒的话 我觉得求者这波 救人人以后要打的 因为这边枪和小说家的小说 如果说打到真的让病患拉开了 能够去玩一手 即便是不能打出四人开门战 在四人开门战之前 比如说这边捏捏的一个60秒以后的闪现 把你逼出来了 也是不亏的 但是双倒打下来的话 应该不会硬保了 这边应该是相当于空军来救一波 吃刀救人交枪 然后剩下的你就自己看着玩吧 我就不管你了 对吧 这个幸运就走了 拜拜 不会说是帮忙扛刀什么的 应来了 捏捏这里 手里面没有闪现 这个点位的话 翻窗过去 并换 并换花瓷 这里 有块板子吗 有块板子 再拖你一轮 等会这机子够了 双倒机子都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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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亮了以后 你还在回头看 他在开密码机的一个抖动 他还在想后续 没想到这边机子已经够了 因为有个新闻的娃 等翻回溯 这边的话有一个翻板加速 花瓷这边还在绕 不能打个三跑吧 两边的门都要开了 这个闪现交不出来 这个闪现交不出来 这个闪现交的 这三跑了 但是祭导人 如果说你选择挂人 那两边的门都开 直接传送 门还没开98的门 这边的话信源一刀倒地 大副手里还有个怀表 这边去追大副 大副交出怀表的话 可以拖出花瓷的自己 另外一边门已经点开 也就是说这边花瓷 其实是能走的 这个病患是能走的 如果说这边 能够拖出信源的自己 信源起来以后 点一下门 这个门就开了 你要选择回头去挂 这边小迪老师呢 我觉得这个局 好像还是偏三跑 大副这边 顶怀表过来点门 顶怀表过来点门 门点开了 哇塞 这波笑笑 顶怀表过来点门 三跑了 这个回头望月 这波回来点门精髓啊 我当时在想的是 会不会去绕一圈去 那个走另外一边的门 结果他摇着怀表 大摩大 就大摇大摆的过来 点门了 女鬼三跑 确实这把我也有一点点问题 我觉得我对密码机的一个判断 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啊 因为这个局 他的密码机怎么会这么快 低估了这个娃娃的一个修机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